好,来,我再说一次,快楼把前面的这个先带过 来,最主要呢,我们在产品的这个部分 我们有分两种,一种是分享会,一种是体验会 那么分享会呢,主要是静态的 体验会呢,最主要是动态的 就好像我们去专柜,我们买我们的保养品跟化妆品一样 一定都是透过一定的程序,你会引导到那个品牌的专柜上面去做什么 做试用,对不对,试用之后呢,你会觉得很满意,你才会买嘛 对不对,但是呢,各位,试用完之后,你把这个产品买回家 通常呢,都会跟专柜的什么,教姐,光你试用的结果 会有一点点落差,这落差是什么呢 就在于你的手法的问题了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体验的这个 体验会的一个流程呢,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之后我们不论是在做体验,做一对多或一对一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很重要要把握一个就是五感的这个满足 那这个五感的满足呢,就是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跟触觉 这五个最主要的器官要让我们的朋友去做一个全部的接触 那么这五感呢,最主要第一个,视觉的部分 包含了我们主讲人的形象 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既然要做彩妆或者是保安品 或者是杰森产品的一个推广的话 我们自己的形象很重要 你的服装、你的气色,还有你自己 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你要是整套的保安品跟我们的NV的喷雾底妆,对不对 那我们自己有没有用呢 我们自己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呢 有,有,好 那有没有用到让人家感觉的出来 你的皮肤不一样呢 没有 好,这个是重点好不好 所以呢,主讲人的形象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不一定主讲人的形象 不一定是一样泡妆或正式的服装 但是呢,你可以是商务的休闲服 所谓商务的休闲服就是什么 不能是什么 夹脚拖或者是肉质凉鞋 或者是短裤短到 实在是让人家看得有点尴尬的那种感觉 好不好 总之呢,我们的服装 怎么样 要让人家看得舒服 然后正式 再来呢 我们还有什么 产品展示的一个视觉效果 像我们今天所展示出来的 整个部分呢 我们把产品先摆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的盒装盒子的摆在旁边 其实这个都是有什么 都是经过设计的 好,最主要呢 我们要让大家看到我们整个的外观的设计的 那个形象 这是形象的问题 好,所以呢 再来就是整个会场的 场地的布置 所以各位 今天我们要做产品的体验会 除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形象以外 产品的包装 形象之外 还有你的场地的一个整洁度也很重要 好,这会影响到 各位来到 所邀约的朋友来到你这边之后呢 他虽然对产品认同 但是环境的整洁度跟设计度 会影响到他对你这个人 跟这家公司品牌的 产品品牌的一个形象的印象 好,这个很重要 这是视觉的部分 再来嗅觉的部分 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是只帮他上保养品或彩妆 或者是让他吃而已 而是我们要去引导这个味道 我们每一瓶 每一瓶都有它味道 对不对 其实呢 你可以去引导它 跟专柜上 跟室面上 胎价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最主要的是 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是什么 常调的是 电细胞生长因子 它的味道是天然的 所以其实你在引导这个味道 包含擦上去之后 或者是媒体上擦在手上 其实你都可以 让他去闻一闻 这种味道让他觉得很舒服 从过去到现在 每一次呢 我引导我们的朋友 去闻我们的保养品的味道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告诉他说 你闻看 感觉舒服吗 我说这味道很棒耶 不像开家式的 或者是专柜上有一些酒精的味道 或者是香味那么的重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个味道就非常的舒服 这个是要引导他们去做 一个体验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来呢 味觉的部分 味觉的部分就着重在我们吃的 产品上面了 配群脉 AMPM跟FINIT的部分 那当然 在他们试吃配群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趁他们 告诉他们 告诉他 还在口腔里面 大概五秒钟 你去感觉 他从凝胶状 变成水状的感觉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这个就是在试吃的过程当中 要是告诉他的 而不是只是看他吃下去 然后两个人相对无言 不是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呢 听觉的部分 听觉的部分要讲什么呢 听觉的部分要讲自己用产品的改变 跟伙伴的见证故事 那见证故事出来之后 他一定会觉得说 哇 怎么会产生这么大效果 对不对 这时候你要简单的去讲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成分 我们的效果 简单讲就好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什么 这个产品的专家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一些 为什么会引起这样效果的原因 但这更重要就是 这成分 所有的成分里面都是什么 干细胞的成分 对不对 好 所以当然你在所有的适用的过程当中 你要带进这几个元素 让他们去拼 拼再加上用 它的效果就会更加成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触觉 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部分 触觉就是产品适用 用什么呢 用半边脸就好了 半边脸就好 然后呢 半边脸或者是手背 因为有人可能他觉得说 我还要卸妆 还要干嘛 他可能不太舒服 对不对 好 那么也可以用在手背上面 然后呢 去让我们的朋友 去感受一下 我们所有产品的 那个品质的柔顺 跟那个清爽感 跟一般市面上开架的 或者专柜的保养品 货面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各位在整个体验会里面 只要把握这五个项目 你就可以达到几乎90%以上的一个成功率 那10%取决于什么呢 10%取决于你有没有把这个五个流程做顺了 还是你只是记流程而已 因为如果只是记流程对方就觉得你平常好像也没太用的感觉 所以这五个感觉你把它记顺了 而且自己每天在使用的时候 你也照着这五个流程去做操作 用在自己手上脸上 你就会感觉 哇 呈现出来就是很自然 我就是这样用的感觉了 好 那么 接下来这个会比较多一点 这所有的内容呢 我要让各位知道就是说 我们品质的形态不只是一对多 我们还有一对一 那一对一跟一对多的差别在哪里呢 当然一对一我相信各位私底下都已经有这样的经验过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朋友有兴趣的话 那就可以邀约他来到某一个地方 可能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什么 视觉效果 对不对 对 视觉像我家里到底有没有整理清洁 好 我的产品 我的家具有没有摆设整齐 然后呢我的产品有没有一系列摆出来 要视觉效果要很重要 那当然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话 我们不能可能穿着那个什么 一般的睡衣啦 或者家居服啦 就帮我们的朋友做嘛 当然也要有一些什么形象的一个要求 那在一对一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使用半边脸 第一个我们要很重要的就是帮他拍照 拍照这件事情呢 要找一个光线 可以什么平均的一个地方 不要有阴影的地方 然后拍完照之后是脸部的特写 拍完照之后呢 跟我们的伙伴去强调 跟我们的朋友去强调 看他脸上的细纹 或者是什么 我那个这叫什么 法令纹 或者是鱼尾纹 每一个哪一边 人的两边的脸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平常呢 我们不太会去发掘 只有拍照才会发现到 原来我可能这边的鱼尾纹 比较多一点 我可能这边的法令纹比较深一点 或者是我这边的腮帮子比较掉一点 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我们要做哪一边呢 我们要做哪一边 是不是 有的人是左撇子 有的人是右撇子嘛 对不对 好 来 当然 其实两边脸都会不一样 那做出来效果也会不一样 那其实呢 有的人会说 那我就选那什么 效果就是比较没有垂的那一边 也可以 也可以 可是呢 比较没有垂的那边 其实照片比较出来 很明显 我本来就已经比较好了 做上去更好 对不对 所以建议各位可以选什么 比较松弛的那一边 那事实上呢 我们的拍照出来之后 完全就解析了我们脸上的一个缺点 那当然你不能跟他讲说 哇 你看你的鱼尾纹 哇 你看你的细纹 不能这样 真的人心里会受伤 好 那但是呢 我们看到说 你这边好像稍微 这边有没有感觉上 你说音乐纹好像比较垂一点 有没有 因为我们好像比较多一点 有没有 好去引导他去注意到自己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就加强这个部分 好 那再来呢 陪同洗脸 这在一对一的时候很重要哦 陪同洗脸这件事情 那在陪同洗脸呢 洗半边脸就好了 半边脸 那如果是在自己家里做 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什么 洗手间 那个厕所很方便 对不对 那你一定要陪他进去 因为有的他不会洗脸 对不对 有的皮肤糟糕不是因为他怎么样 是因为他的手法不对 很多人洗脸是这样搓的 有没有发现 这很重要哦 所以呢即使你产品赛好 如果你洗脸的手法不对 很抱歉 我们的产品可能也只能发挥50%的效果而已 好 所以你这个洗脸一定要陪同他去洗脸 那么在洗脸之前呢 你挤出结脸露 然后呢 挤出结脸露在他的手上 去说明结脸露的整个质地跟清爽 跟味道的感觉 让他去什么 嗅觉 视觉 触觉 都让他感受到 然后到洗脸的时候呢 整个的脸上水之后呢 去戳揉出泡花那种感觉 洗完脸之后呢 就是使用眼胶 那有人会说眼胶跟青春 那个青春精华露到底有什么 使用顺序要不要有差别呢 事实上我觉得这两个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呢 既然眼胶已经 之前是没有眼胶 所以大家会用精华露擦整脸 那现在眼胶已经出来了 那产品有针对部位的一个特性嘛 所以呢 我会先使用眼胶 那眼胶这一款呢 也是在他使用的时候 也是用 逼在他的手上 不是滴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是滴在他的手上 滴在他的手上 然后呢 去引导他去感觉 因为我们前面有个软霜嘛 在我们体验做手法的时候 会让大家知道 然后再来就是用 我们的青春精华露 好 来 我们再继续哦 我刚才讲到呢 我们的眉皮霜 我们使用完我们的 化眼睛脆之后 接着呢 我们要进行我们的 小脸法宝 我刚才讲这个 两个组的小脸法宝 让你的脸片的什么 刮死脸的一个法宝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媒体霜 那在媒体霜 其实媒体霜啊 很受欢迎的原因是第一个 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 然后它的效果非常好 那在初用的人 刚开始用的时候呢 他会觉得 哇 这个味道好舒服哦 然后呢 你用完化眼睛脆之后 使用媒体霜 先挤在他的手上 大概十块钱硬币大小 十块钱硬币大小 他会觉得哇 挤那么多脸 躲在脸上 会不会按摩不完哦 其实很多人对 按摩这件事情 会觉得说 因为很多人过去使用 比较油性的按摩霜 是为了什么 促进我们脸部的 血液循环 跟什么 我们的运动 脸部的运动 对不对 所以呢 通常我们按摩完之后 会擦掉 可是呢 媒体霜不用擦掉 挤这么多 十块钱 硬币大小 擦在脸上 告诉各位 大概不到一分钟 他就完全吸收了 所以媒体霜 敷在脸上 他会感觉到 哇 怎么那么神奇 完全不用擦掉 而且吸收度非常的高 好 那等到媒体霜 吸收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后敷 我们的水面膜 水面膜在敷的时候 其实哦 要有些人 他会觉得 薄薄一块 是不是就比较快干 好 那当然各位 如果你敷比较薄的时候 再撕下来 它就会比较碎 对不对 比较不好撕 那么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建议哦 这样经验的 接下来会建议 水面膜大概要敷厚一点点 不要太薄 厚一点点 然后呢 因为它 敷厚一点 它在干的时候 它马上会有什么 拉提挺实的感觉 这时候我们是要带它去感受那种紧实感 所以千万请各位不要小气或吝啬 不要舍不得 因为这一旦出去之后会影响到对产品的感觉 那么水面膜 敷完在干的过程当中呢 这时候要怎么办 这时候很重要 不是两个人就坐在那边干等哦 而是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产品 吃的产品 配全麦 跟我们的Binity 跟我们的AMPM 来做什么试吃的效果了 好 这时候刚好会有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 让我们的水面膜去干掉 这个时间刚刚好 那敷完了这个水面膜干了之后 麦跟配全这些产品也都试试完了 讲解完 见证也看完了之后 我们刚好就可以把水面膜给撕下来 对不对 好 撕下来之后 各位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说 到底要不要洗 要不要洗 各位你们回想一下 你们敷水面膜第一次撕下来感觉是什么 很舒服 很舒服对不对 跟一般市面上那种水啊 油泥啊 不一样对不对 你会不会舍不得洗掉 会 对不对 其实不用洗 直接上 修护霜 跟日霜 为什么会直接上这两根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体验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水面膜撕下来 通常我们会敷脸 通常是在晚上的时候 睡前的时候 那当然有些比较特殊的 出门前 有时候我出门前会不会有那么急救的一个效果 也会会敷脸 是OK的 那么我们水面膜撕下来之后呢 第一个就上修护霜 很多会对霜状的这个东西会有点害怕 因为觉得会过于油腻 或者是会堵塞 那事实上我们的修护霜不会 不会 所以这时候呢 修护霜上下去之后 然后呢 再接着上日霜 有的人会说 那这样我们的脸会不会怎么样 可是告诉各位 这样的流程下来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上了这么多东西 都是双状的东西 可是我们的脸部还是依然很清爽 很舒服 对不对 好 那上完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啊 NV的喷雾底妆 NV的喷雾底妆呢 NV的喷雾底妆之前 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就是使用后的脸部的拍照 不对 在上NV之前 这个顺序我可能有点变倒 在上NV之前 要先拍照 你会发现两边的毛系统都会不一样 其实所谓的毛系统 其实从洗脸就开始不一样了 所以这时候都要引导他们 去注意这几个细项 好 那拍完照之后 比赛完之后就给上NV 那当然 上完之后 可以再拍一张感觉一下那个效果 对 这是一对一的 那一对一我们是近距离接触嘛 所以你可以去很亲身的去体验 跟感受它毛系统的变化 跟脸部线条的变化 那么一对多就会比照不一样 一对多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 那一对多呢 当然要讲究的地方就更多 因为我们办的是一个体验会的party了 好那所以呢 在这里 我都要站起来了 在这里当然我们必须要有主持人 主讲人 模特儿跟操作者 那这四个是最完整的一个具备 这四个最完整的一个具备 那当然呢 除了主持人之外 主讲人之外 model是一定要的 因为在台上要做示范 demo 然后呢 再来就是操作者要不要呢 所谓的操作者就是 我主讲人在讲 那还有另外一组就是 另外一个人帮你的model操作 如果你觉得你对手法 还不是那么的熟悉的状况之下 当然你可以请我比较有经验的伙伴去做操作这个动作 那但是呢 我会比较建议就是 你自己讲自己操作 这会是什么 比较能够控制整个的感觉 跟你要的一个效果 跟整个的流程 然后再来呢 当然就是 我们要准备我们产品的PPT 产品PPT是什么呢 产品的PPT就是 待会我们在做每一个产品的试用体验的时候 那个画面要呈现出来 待会我也跟大家讲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准备器材有什么 干枕组的防护是一定要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什么 我们那个洗脸的脸盆 如果说你的场地跟洗手间 可以用水的一个地方 距离比较远比较不方便 因为有的人觉得卸妆 就不太想要出去让人家看到 那在密闭的空间里面是OK的 所以呢 准备我们的什么 这个装水的脸盆 那当然脸盆大家也要用好看一点 不要用家里那个塑胶脸盆好不好 用那个玻璃的 有没有 看起来很漂亮 进行踢动的脸盆 准备两个 然后再来美容巾 美容巾今天有带吗 美容巾 在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 是擦脸的那一张 不是 是擦脸的那一张 对 好 来 所谓的美容巾 各位你可以去美容材料行买 那我不知道那个 内地那边 是在哪个地方可以买到 应该比较大的超市 都可以买到这样的美容巾 那所谓的美容巾是什么 那有点类似杀金的那种感觉 小小的英华 杀金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是要做什么呢 这个是要让在我们体验的时候 擦脸用的 擦脸用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每一个参加体验会的伙伴 你自己体验之外 你再带一个新朋友来 做体验 现场做体验 好这个是一对多 跟一对一不一样的地方 一对多要准备的东西就比较多了 而且要齐全 好 那接下来 当然流程就一样了 流程呢 大概主持人介绍主讲人之后呢 主讲人在之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公司的产品研发的一个原理 我们的干细胞 细胞优化管理系统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再带出我们的产品产品 所以流程的部分 会跟一对一的这个部分是一样的 只是前面多了 准备工作 跟介绍公司的这个 简单的一个 连发理论的一个说明 那当然后面也会增加一个什么 后面也会增加就是我们在水面膜 等水面膜干的这个期间呢 我们增加是现场的伙伴的见证分享 我们在一对一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讲 然后拿照片说故事 对不对 但是在一对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请现场的伙伴来分享 与使用产品的一个见证 然后呢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见证分享完了之后 水面膜干了 然后就交由主讲人去做后面的八九十的这个流程 后面八九十的流程 好到最后MV上完了之后呢 大概很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大家做会后会 因为这么多人一定会在产品有一些感触 或者是像我们上次饭完的时候 很多人就想要留在现场去再去用产品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对多最后的会后会 跟这个中间二十分钟的见证分享很重要 这是不跟一对一不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进行我们体验会整个流程的一个拆解步骤了 好 所以各位你们东西准备好了没 先几分钟让他们准备一下 好 我们先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 好 该装水的装水 或者是你们要先知道 你们的那个洗手间化妆室在哪里 然后线上的也是啊 我准备一下 五分钟的时间大家赶快把东西准备好 好 好来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五分钟过了吗 好像已经过了 过了吗 哦哦 好那就回来吧 好来 来 赶快就位咯 我们的model请上 model 都不太肥了 还在帽子 你要以为有容 哦 是 其实我出门就是带帽子 你看看我的脸 好 好 今天操作者举手 操作者 他们都自己操作在自己手上 都自己操作在自己手上啊 用互相一个朋友 要互相啊 帮别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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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 帮别人做 这样 对 对 大家都不想卸妝 可是最後會上來嗎 各位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不會外卸你的飲食 你的素也不會好不好 各位操作者舉手 操作者 來兩兩一組 哪兩兩一組的 兩兩一組的 操作者跟誰一組 你的半已經被我抓上 操作在自己臉上 兩個兩個都配好了嗎 都好了嗎 有落單了嗎 沒有 好 來 我們要開始了 我先帶大家第一個流程 當然這是一對多的示範 一對多的示範 所以剛才 Billy姐已經主持完了 交給我了 對不對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簡單講一下 我們整個產品的研發團隊 跟公司背景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不多解釋了 我只是示範給大家看這一段 那簡單的介紹就好了 不用他的一些雜細雜八 全部講的不用 簡單介紹 那當然 簡單介紹 左衛簡單介紹什麼呢 牛麥博士 是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 幹細胞之父 對不對 那他目前在比伯利山莊 開了一家醫美診所 這時候呢其實也可以告訴大家 你在醫院上面可以搜尋得到 現在可能他們是什麼 休息時間 那晚上他們就開業 因為我們的日夜是變造神 好 那麼我們的那個呢 大臣 我們的那個 Juan Papa呢 是獲得我們的什麼 諾麥爾獎提名的什麼 抗衰老師父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什麼 威廉博士 威廉博士呢 是我們的什麼 他已經七十幾歲了 對 他中西醫兼具 所以呢 他最近出了 去年出了一本書 這個也可以帶給大家去看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那個什麼 Dona Dona是我們的什麼 我們 那個 那個什麼 Limbabi系列的研發者 好 那這麼多的 這四位研發博士呢 最主要帶給我們的 就是我們一整套的 一整套的 那個什麼 我們的 細胞優化管理系列的產品 所以我們所有的產品呢 都是這對細胞兩個字 跟市面上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市面上可能就是什麼 你缺維他命E啊 缺油啊 缺水就開始補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是直接從你的基底層 去開始增生你的膠原蛋白 增生你自己的什麼 好 所以呢 我們這一套產品呢 是全球 各種人種 各種年齡 各種膚質 都可以用的 因為 在於 細胞調理 這四個字 好 細胞優化管理這個 所以這個概念 要在我們的 體驗會開始之前 先讓各位知道 否則呢 之後讓大家知道 那我是有一點 肌膚可不可以用 我是什麼 中心肌膚可不可以用 好 那先讓各位知道之後呢 我們要進行 第一個產品 洗臉非常重要 好 我不拿 你這台好像又跳出 潤了耶 沒有膩 又沒有頭影片 現在還是需要 現在不需要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吧 嗯 不需要嗎 不需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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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現在就不用操作就好了 我就直接用這 你要記念 好 好 來 有啊 現在是畫面 快點 純粴 了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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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要讲解吗 这不就是顺畅 好来 各位你们跟着操作 第一个我们在体验会开始之前 我们的model的头巾要先准备好 然后呢第一个我们在洗脸的动作 洗脸的动作第一个 我们要让各位看到是视觉效果 所以你的产品一定要先秀出来 产品一定要先秀出来 让大家看到洗脸的包装 然后呢接着 接着呢我们挤在手上 大概一个米粒大小就好了 一个米粒大小就好了 这时候因为我们是一对多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挤出来之后让我们现场的朋友去看一下节炎录它的质地 好那这时候当然如果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大概十几个人我们还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我们可以走下去让他们看一下那同时看一下他们现场自己在使用的时候的状况好那这时候呢第一个我们的节炎录我们的节炎录呢我们可以拿来做清度的卸妆所以平常如果以我们自己上班或者是淡妆的状态之下节炎录是可以卸妆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含有水分然后它的清洁效果也非常好 那跟市面上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哪里呢 市面上的节炎录它通常会越洗越干 可是呢我们的节炎录呢它含有什么基地乳慧 它可以让我们的脸部洗完之后是什么保湿度非常高的 所以等它洗完之后呢一旦保湿度高的时候我们的毛系统就会变得满满 好这个部分我们先做我们先不用加水我们先示范先示范清素卸妆的一个效果 各位要记得在做卸妆的时候啊你一定是什么留下往上轻柔 好千万不要这样搓好千万不要这样搓好千万不要这样搓所以呢 所以呢先第一遍先简单的卸妆 你没有上妆对不对 没有你看早上在洗脸 早上有洗脸 忘了 一天洗两次好 吃满吃满 吃满 好 打圈圈的 记得哦现在不要用搓的哦 轻柔的打圈圈上来就好了 好 那当然呢因为我们有些是没有加水的状态对不对 所以呢它会有一些些的干 那如果它是有带妆的部分 你会被针对比如说眉毛或者是口红或者是脸颊这边稍微让它去盖过把妆给卸下来之后呢 这时候如果有美容筋 这时候有美容筋的话呢各位 你们就可以用美容筋去沾水 然后呢去把它洗掉 记得我们第一遍子是做什么 轻度的卸妆 在轻度卸妆的时候 洗脸依照肌肤的纹理方向去做卸妆 不是这样直接搓哦 是直接直接下拉这样上来 记得我们在脸部的动作一定都是由下往上做直拉 那这时候如果它有带妆 或者是说它是当从外面回来 其实说真的都会卸下一些什么 脏肤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可以记得要看一下哦 如果它这个美容筋上面会有一些些黑黑的 这时候记得要展示给大家看哦 那个效果 不好吧 好我们呢大概把它的第一遍的前路先卸掉 其实这时候呢可以先带大家看一下哦 它两边的差别 有差 光低一遍 卸妆而已 各位有没有发现它两边的毛巾不一样 有没有 画面也看得出来耶 画面也看得出来 这边真的变亮了 这边真的变亮了 有没有 这边变亮了 毛巾也多小了 这边变亮了 这边变亮了 毛巾也多小了 这边变亮了 那时候可以请大家上前来看一下model 或者是请model下去绕长一圈都可以 好 好 接下来第二遍 才会是我们正式洗脸哦 正式洗脸 那个主持人说可不可以让model来镜头这边 其实我移好了啦 应该是我 对 过来 而且我过出去了 对啊 你过出去了 看到两边的肤色不同 跟毛巾孔的不同 如果说我们原本毛巾孔 其实毛巾孔原本是圆形的 可是随着时间摔老 它会变成长方形 它会变成长方形 然后呢 这就是因为摔老的原因下垂了 但是经过我们洗脸的过程之后 它去保诡度满足了之后呢 它的毛巾孔就会变成什么 平行的 在平行 然后就变小了 好 大家稍等一下 那边停会那边掉线了 下去 掀 银 一样 这时候加水上去就会 对吧,比较好坏了,然后呢,比较麻烦了。 这个要早上给你看吗? 哈哈,大毛孔。 可以吗? 可以吗? 画圈圈吗? 画圈圈就好了。 对,这样上来就好了。 这样上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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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你可以看到哦。 你看。 洗到最后我们的什么? 有撕出来耶。 很稀。 哈哈哈哈。 有撕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它这里面的成分的问题哦。 我们有水羊酸, 肝酸, 极力乳慧。 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什么? 生长因子在里面。 好。 所以呢, 事实上它整个在去除我们脸部的一个污垢的时候, 它会把它带出来。 那其实有用过我们节能录应该都知道, 在说都应该知道, 我们第一次洗脸的时候会呈现这个状况。 它会把里面的污垢带出来, 但是第二次洗脸的时候, 它就会是泡泡了。 你早上没有洗脸对不对? 你早上没有洗脸对不对? 哈哈哈哈。 好。 大概呢, 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左右。 那当然如果呢, 你要再洗久一点了。 我是建议各位哦。 大概一个礼拜, 一次到两次。 你在洗脸的过程当中, 让它彻底继续, 大概两分钟到三分钟左右。 那平常呢, 我们就大概一分钟之内结束。 好。 那洗完, 你会发现, 整个又跟刚才不一样。 是不是? 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各位, 在我们用程序的时候, 搭配这个PP, 我们不是要讲PP的内容, 而是要让我们的新朋友去看里面的成本。 好。 其实洗脸很重要, 对不对? 真的很重要, 而且洗脸要用到对的产品, 否则你的脸会越洗越难。 所以你们在家里吃脸有这么高干吗? 有。 有吗? 哇。 你也可以边泡澡边敷, 边敷脸。 好吗? 在操作的有跟上。 操作都在后面。 操作都在后面。 好, 我来看一下。 看一下两边的水不一样。 看一下两边的水不一样。 两边的亮度。 两边的亮度。 和毛细孔的感觉。 这时候要带给我们在现场的朋友, 要去看差别在哪里。 好。 洗脸洗完了之后呢? 洗脸洗完了之后呢? 洗脸洗完之后呢? 洗完了吗? 洗完了吗? 洗完了。 洗完了你的臉,就歪一邊了 歪一邊了 真的,那邊已經整個小了 那邊變小了,然後那邊的那個蘋果劑出來了 那邊比較發,已經有發 怎麼樣? 什麼感覺? 好,來,接下來第二個步驟 就是上眼膠 所以各位,產品好,手法也要好 洗完臉,馬上就拉提上去了 眼膠的部分呢 這時候眼膠的部分,來 各位,這一品的眼膠,你要跟大家講清楚 它跟市面上的差別在哪裡 市面上很多的眼膠都要分年齡 對不對? 所以幾乎,如果你看到現場在座 大概都已經有了,大概40歲以上 我們就要用熟齡的一個眼膠 熟齡的眼膠其實說真的還蠻貴的 齁 年輕人當然用的是比較清爽的 可是因為我分冬季跟夏季很麻煩 對不對?因為眼睛的皮膚是最細最薄的 所以只要用錯產品 很容易眼睛會長那麼肉芽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眼膠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它任何年齡都可以用 它任何年齡都可以用 那它裡面的生態呢 跟生長因子它會帶出什麼 肌膚的緊實感 所以這一支眼膠呢,是非常清爽的 這時候呢,我們前面這支眼膠 設計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軟刷 這一個軟刷呢,可以輔助我們的眼部的肌膚按摩跟皮啦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要跟各位講的是 用上去之後的感覺 各位還記得你們第一次用眼膠的感覺嗎? 熟熟 熱熱有一點熱熱的感覺 熟熟就是熱熱 熱熱的感覺 哎呦,怎麼會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呢,熱熱的感覺之後 一半才就沒有拉緊的 拉提的感覺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什麼 拉提熱熱的感覺完之後 你就感覺到怎麼很快就吸收了 不會有油膩感 好,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上眼膠的時候要講的 好,來 當然,大家會覺得 哎呦,眼膠這麼小一瓶 這樣擠 大家很快就用完了對不對 可是有用過眼膠應該都知道 這一支眼膠可以用多久 三個月吧 大概三個月真的跑不掉 三個月跑不掉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要什麼 因為我們只要什麼 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擠出來大概半粒 那個半粒米的大小就可以了 用量非常的省 然後呢,直接用這個軟刷 直接塗在下眼瞼中間 各位上面這邊也要保養 要記得上面眼瞼這個上眼皮 也要保養 好 好 眼部的呢 不是只有下眼瞼這個地方 是整個範圍這邊都是可以的 這整個都是眼袋的部分 整個把它拉起來上來 拉到太陽穴這個地方 這時候你可以問你第一次使用 有問它有什麼很熱熱的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用那麼久還是會 對不對 大概半粒米粒大小就可以了 其實它是這個刷子 對 這個刷子呢 剛開始上去是這樣點的 這樣點的 好 促進它的眼部穴道的一個 一個按摩 再來呢 用迪拉的上來 先用點的再用迪拉 對 先用點的再提拉 促進按摩 對 這時候我們可以帶我的朋友 去感受一下出了多熱感覺 真的很快就吸收了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請我們的朋友去摸一下 摸一下 有黏黏 油油的感覺嗎 沒有對不對 很快就吸收了 好 那這時候呢 好 這時候來眼睛張開 看一下兩邊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軟刷 在拉提的時候 最後呢 我們可以用手稍微輔助一下 可以增加它的效果 好 這是中風的 中風 臉部中風 眼睛已經拉上去 對 這時候 保證 各位 你經過這樣子之後 真的保證你的眼角是上揚的 這時候我們要帶我們的朋友去感受一下 好 這時候我們要帶我們的朋友去感受一下 眼角上揚的感覺 這很久沒有看過了 哈哈 拿兩次 是的 很明顯 很明顯 很明顯齁 好 眼膠上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精華露 精華露這一瓶是我們的明星產品 是我們的精華露 那麼精華露這一瓶呢 精華露這一瓶 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它裡面有248頭以上的生長因子 那麼它的質地是透明 粉紅色的粉嫩粉嫩的 各位擠出來讓大家看 大概也是一個米粒大小 比較多一點點 擠多沒關係 因為待會馬上吸收 會產生一個 讓大家比較期待驚訝的感覺 因為一般人會覺得說擠太多點 會不會不吸收 其實不會 所以呢 我反而喜歡擠多一點 你看哦 我才用一半而已 它可以整張臉 半邊臉 已經擦上了 那剛才擦眼膠的地方 可不可以再上呢 可以 各位要記得手法 我一直在強調 這個手法一定是什麼 留下往上 而且你是要整個手喔 整個手掌拖住臉 你不能是用這樣單子拉 這樣很容易產生細紋 你一定要這樣整個拖上來 自己就這樣 自己就這樣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呢 還有一個手法就是 因為你通常 不是語言 法令紋 通常你的法令紋 會比較明顯的時候 整個這樣往上拉 這樣子 在家裡這樣子 靠在桌地上 對 但是你也不能拉太緊 因為很容易會產生皺紋 反而會增加中時的效果 所以你一定是 輕輕的按摩上來 往上拉 這樣有一個好處就是 按摩之外 排水腫 所以當然你在 你在幫我們的夥伴在做的時候 也是整個要往上 然後整個這樣拖上來 拖上來之後呢 我們的精華露剛剛量這麼多 半邊臉 全部吸收了 精華露當然除了成分的酥皮之外 我剛才還有講到 還點一下它的味道 先讓你的味道 你要先告訴它喔 有沒有很臭 會不會很臭 一般不會啊 還好啊 我們先糟了 然後呢 再讓它聞那種笑 不會啊 他就不會覺得很臭 但是如果你沒有跟他講這味道的時候 他就 這什麼味道 有點噁心 然後我說 不會很臭啊 就說 不會啊 有一點點 你再感覺一下有沒有口水味 我說 欸有耶 有口水味 這時候你就會告訴他為什麼有口水味 因為我們都是用成人脂肪幹細胞的生長因子 所以它是純天然沒有含任何的香精 跟其他的雜食在裡面 所以 只要這個小技巧就在這邊 好 來 全部都吸收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哇 有沒有感覺它的差別 太緊張了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這邊是寫上去的 對 有啦 有比較好 對 還有它的整個肌膚的亮度 它整個肌膚的亮度也不一樣 好 這個是精華露的 你在體驗精華露的一個 一些比較重要要講到的地方 跟手法的部分 好 那精華露結束之後要上的是什麼 換顏精翠 對不對 換顏精翠這個呢 我非常的建議各位 如果沒有使用換顏精翠 一定要開始使用換顏精翠 第一個 它的保濕度非常好 第二個 是它的拉皮效果非常好 我們自己 之前在公司的時候 這個產品剛上的時候 然後 因為我的臉上比較沒有斑點 坦白講 我臉上沒有明顯的斑點 可以做這個 那剛開始我們以為是要 美白馬去斑點對不對 可是呢 因為臉上沒有斑點 但是產生了一個效果 就是拉皮的效果 就半天點上去了 不只我 我們很多 我們同事在做這個產品 剛上的時候的試驗都是這樣子 好 那當然它對斑的效果也非常的強 去斑的效果 好 好 我們在吉田路呢 我們的那個換顏精翠 同樣的 我們拿換顏精翠前來的時候 一定也是什麼 拿在酒上讓各位看一下 好 看一下 然後呢 擠出來 讓各位看一下 它裡面是不是有點什麼 黃黃的跟白白的對不對 這時候呢 你一定要 將它揉開 先揉開 揉成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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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揉成這個樣子之後 透明的 才上去 然後呢 在你幫它上換顏精翠的時候 要記得講喔 我們的換顏精翠白天晚上都可以用 跟一般的美白用品 跟一般的美白用品是不一樣的 它 為什麼白天可以用呢 因為它沒有什麼 因為它沒有光敏成分 因為它沒有光敏成分 所以它白天也可以用 一般的 一般的那個美白的產品 它具有什麼 對感光的效果 因為它要 不讓皮膚吸收黑色素 植外線 所以它會有感光的成分 在裡面 但是呢 我們的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是 我們是長效型的維生素C 所以我們是白天晚上都可以用 好 這一點要強調 那麼 來 用完之後呢 各位 可以請你的夥伴 摸一摸它的臉 摸一摸它的臉 聞一聞 味道 有的人上了 如果我們是在外面買保養品 用一般保養品的話 上了這麼多 其實味道會很濃 對不對 很香 然後呢 臉部可能會有濕濕 稠稠的感覺 可是我們的沒有 好 接下來換顏精翠 結束之後 要上我們的小V臉法寶 小V臉法寶 第一個是什麼 眉底霜 眉底霜 好 那這時候你要跟我們的 我們要跟我們的夥伴講清楚 眉底霜 眉底霜 顧名思義 是身體用的對不對 對 好 各位有沒有擦身體乳液的習慣 有 白天擦 晚上也要擦 晚上最重要對不對 洗完澡擦對不對 夏天擦 冬天更要擦 對不對 那 各位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經驗就是 你 不論喔 夏天或者是冬天 你擦完我們的身體乳之後 都會有什麼黏黏膩膩的感覺 然後等一陣子它才會吸收 所以有人呢 夏天就不喜歡擦 但是我們夏天在冷氣房裡面 夏天在冷氣房裡面 我們一樣會被吸收什麼 水分啊 一樣會被吸收水分 一樣會被吸收水分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要一年四季 都保持我們肌膚的滋潤度 可是你要跟夏天擦的乳液 跟冬天擦的乳液 很麻煩對不對 所以 傑姿的這個媒體霜 好就好在你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不同膚質都可以用 因為什麼 一樣的 我們是做細胞優化管理的 我們是以幹細胞的生長因子為主的 所以它不會去挑你的膚質 好 那用完之後呢 我們不只用在身上 我們全臉都可以用 包含我們的臉部 所以今天我要示範的就是 擦在臉上的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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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媒體霜啊 很多人會局限很多分 這時候你講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哇媒體霜幾乎到腳都會用 而且 你用量會變得非常大 那通常我都會講 一般來講 我剛開始 我都會跟夥伴講說 你知道我怎麼用的嗎 我一個禮拜用一瓶媒體霜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剛開始 因為它質地太好了 效果太好了 讓我捨不得斷掉它 所以我一個禮拜用一瓶 當我用了一陣子之後 我的肌膚的整個水分啊 整個紋理 調理好了之後 我要睡不睡要這麼長的 用它其實就不需要了 對 所以剛開始的 調理非常重要 而且你會捨不得斷掉它 那 我們今天把它當做我們的什麼 臉部按摩霜用 各位 洗脹夠多吧 嗯 夠多 好多 好多對不對 夠多 對 好了 可以 這樣子 欸 你剛剛穿的 主要要洗前來按摩霜 對 對 好 這麼多 很多人說 這麼多傷在臉上吸收得了嗎 這時候我要變魔術給各位看 好多 好多對不對 可是這時候各位 你一定要跟我們的夥伴講 我們說臉部之外 頸部也是我們臉部的皮膚延伸 這個一定要做 因為你的拉提是從頸部的皮膚開始 不是從臉部的皮膚開始 好 它在按摩的過程你要去引導它 味道舒服嗎 舒服 手法舒服嗎 然後 然後 你脖子都沒有按摩 然後我還會告訴各位 脖子這邊按摩 除了正面這邊按摩 往上 脫住 固定 到 那個 法令紋這邊 脫住固定 是整個這樣子喔 各位其實我們媒體雙在用 我們是要標速我們這邊的線條 通常我們在幫子這邊的線條 通常我們如果會往下扯 就會 突出一塊 對不對 就變脖子靈 瓜子靈變脖子靈 真的是 可不常識齁 所以呢 記住這個線條 一定要讓它出來 然後 你要去引導 你的夥伴 去看你這個的線條 所以 就是 就是這樣 也是要整個雙 對對對 然後這樣子 我的手法都是這樣 這樣子 拉子靈 對 然後 這個是從這邊這樣上來 所以有一點就是左右的手 對,一起 好,那一起的時候 各位,記得 你這邊下巴的線條要拉上來 那第一個,它裡面有牛磅的成分 媒體霜裡面有牛磅的成分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肌膚抗過敏 跟排水腫 然後它也有什麼Q10的成分 可以幫助我們去調理我們的紋路 去做美白 然後也有生長因子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它可以去增生我們的膠原蛋白 好,這時候在講的時候 手把自己的做 手把自己的做 然後呢,告訴各位一個小訣竅 拉到我們的耳後 拉到我們的耳後 隨著耳後這邊會有一個穴道是排水的 淋巴 到我們的鎖骨這邊 按下 所以如果是 各位,我剛才上這麼多 現在已經吸收了 你在講的過程當中 它不知不覺就吸收進去了 對,不到一分鐘都沒了 好,上來之後我們自己做怎麼做 上來 今天穿高零套 上來之後 這樣拉上來之後 到耳後 到耳後這邊往下按下來 我們耳後這邊是有兩根這個 對不對 往下拉 拉到鎖骨這裡 對,按下來 鎖骨這裡 所以整個是這樣子拉提上來 然後這樣上來 然後這樣下來 它 它 這個早上水腫的時候 按摩 然後面對這個排水的 尾巴 按下 按到鎖骨這邊 按到耳後 下來 好啦 我們的媒體霜 剛才10塊錢硬幣這麼大 對不對 不到兩分鐘 邊講邊按摩的過程 它完全吸收了 接著幫它做臉部的排水 跟消走 好啦 來 它不太好 好 它外邊 其實我們要強調的 所以我們在做體驗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是專業的美容師 但是呢 我們有一些簡單的手法 再搭上好的成品 你的效果會比到外面做臉的效果更強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之前在操作的時候 有碰到過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會擠比較多 有時候會覺得手上好像還有一些殘留的 千萬不要隨手拿了衛生紙把它擦掉 大家都有這個Sense 為什麼呢 因為產品是很棒的 我們都是趕快摸在自己身上 千萬不要拿衛生紙擦掉 因為大家覺得這個產品不是很棒 你怎麼還把它擦掉 所以一定都是在我們身上 好 這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敷水面膜了 水面膜 我們這一款水面膜 非常的特別 它是完全的膠質狀態 透明的膠質狀態 它裡面呢有刺豆雲膠的這個部分 可以幫你做臉部的什麼 看過敏跟第一部的清潔 那麼它的整個質地的狀態 是百分之百的浮貼在我們的臉上 會跟隨我們的臉部表情去做移動 所以呢我們很特別的是 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面膜敷了之後呢 不能講話 不能吃東西不能笑對不對 但是呢各位 我們的面膜敷完之後 我可以吃 可以笑 可以講話 甚至我還可以睡覺 我通常都是敷到天亮 起來之後完全沒有細紋 一般的面膜是不能這樣敷的 太乾反而會把臉部的水分吸走 可是我們的不是 所以我擠出來之後 所以我擠出來之後 給各位看一下 對 然後呢 讓我們的夥伴聞一下味道 這時候如果說舒服的味道就有點過於 是什麼味道 有一點點酒精成分的味道對不對 這時候我們都要先講 要等到我們的夥伴聞出來之後 他說這是什麼味道我們才講 我們都要先講 先講再先 它就不會有抗菌的心態了 那這個味道呢 事實上它是天然成分裡面的 一個酒精的成分味道 天然的一個酒精成分 它最主要在幫我們的 精度做再度清潔跟抗菌的一個效果 但它呢 擦在臉上大概三秒鐘就會發掉了 它不會吸入鼻子裡面 所以 也是由下往上喔 各位記得 所有的都是由下往上 水面膜可不可以偏偏敷 可以 可以 然後你也可以針對你特別想要拉停 或者是乾燥的地方 浮厚一點 然後額頭的部分 各位記得 額頭的部分一定是往上拉 眼角往上拉 然後鼻子往下 尤其各位很多人的眉心會有皺紋對不對 把它拉開 然後我會連眼皮這邊都上 好 眼皮這邊也要保持拉拉皮啊 眼皮這邊要是要上 這樣 眼皮這邊要上 好 再來我會連脖子都敷 脖子 因為我們剛剛都按摩過了嘛 先把它敷下去 所以這個水面膜用心眼睛為什麼要擦那麼多保養肚子在敷衡? 不一定,你可以單敷也可以 但是你要講求效果好一點 我都是上完整套保養品質 這個結晶的水面膜也是加起來 對 就是把那個粉絲或枝膜去 它會把枝面擦的再放進去 所以它才可以分到天亮 25分鐘再放進去 然後它也不洗 它不用洗,它直接撕下來 好,再敷了對不對 有敷過水面膜都知道 剛上去之後大概等5分鐘 它慢慢乾 慢慢乾的過程它就會拉皮 就緊實 所以呢 這時候 水面膜我們等它乾的過程 等它乾的過程 其實如果你們身邊有 身邊有那個見證照片的 其實可以拿出來 讓我們的夥伴去看一下 那個見證的狀況 這是一對一 那一對多的時候呢 一對多的時候 這時候 水面膜乾的過程 我們就要讓它試什麼 產品 試吃產品 那當然多的 我就會把它鋪在手上 所以各位其實喔 你們手不知道有沒有做比對 我的手是有做比對的 很明顯 如果你都沒有用過 對 都沒有用過產品的 你光用一隻手 其實光敷水面膜而已 兩天它的那個色差就出來了 很快 各位可以去做這個 測試 而且細紋都會不一樣喔 紋路很明顯 紋路很明顯 對 大概兩天左右喔 它的那個皮膚的亮度 跟紋路 就會很明顯了 那我這次已經用了 大概一年多了啦 然後 我一隻手 只是多加了一個水面膜而已 它的感覺就出來了 好 來 等它乾的過程這時候 這時候要幹嘛 這時候要講什麼 沒有 我們還有 吃的部分 吃的部分要帶出來 一對一的時候 直接拿出來試吃 好 配拳 今天 沒有 好 沒關係 一對多的時候記得全產品要出來 配拳 配拳的時候 我們稍微帶一下配拳 有帶配拳的 讓我們的夥伴做試吃 好 那配拳強調是什麼 裡面的七種 鮮條成分 然後白梨乳醇高抗氧化 然後呢 它可以做什麼 它可以去 其實配拳的白梨乳醇 裡面的白梨乳醇 它可以協助我們消耗脂肪跟熱量 然後促進膠原蛋白的增生 所以為什麼要內外搭配就是這樣 它可以相得益傷 配拳是喝完了之後 再就是麥 麥 當然我們麥是針對頭腦的 對不對 它有提供我們情緒的效果 然後呢 提供我們記憶力的效果 再來就Vinity Vinity 是延長我們酸體的強度 也就是延長我們細胞的壽命 好 這三個產品講完了 如果你還有準備AMPM的話 他們就是AMPM試吃 這是大概十分鐘試吃的一個過程 好 整個產品試吃完了 產品也附上去了 那時候我們就交給主持人 去做什麼 見證的帶領 我們現場大概準備三位 左右的見證 好 見證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等它乾了 大概我們的產品試吃完 見證分享完 其實水面膜大概都乾掉了 對老師我可以接受一下 我們麥有很多 所有的食物 還有這些人可能可以 有比較好多 像我剛剛上次吃的 我配的時候 好像是不是 就是 你知道 就是在推化中 可是呢 它自己就不知覺 對一個幻想 或者這樣 像那樣的我覺得有點 我們不曉得像 可以吃很多包 有些包也可以嗎 那可以一到兩包 它如果兩包 三包是ok的 三包一定 對 三包是ok的 還有提供我自己一個小經驗 因為我最近 通過完年 流感感冒 然後這次感冒很嚴重 我已經大概幾年沒有看醫生了 雖然這次不行 因為要講話 所以 就去看了醫生 然後越野失身嘛 那結果呢 醫生開的藥非常的重 我大概吃了兩天 然後 前幾天晚上 吃了那個感冒藥下去 之後整個心悸 心悸到沒有辦法睡覺 各位你知道我做什麼動作 我心悸真的沒有辦法睡 我喝一包麥 麥下去之後 整個就舒緩了 就可以睡了 然後還有第二個是 麥其實它也可以不接酒 麥也可以接酒 所以 之前我們會說 配權裡面有接酒的成分 對 那麥的效果會比較不足 喝完酒吃 對 喝完酒吃 對 喝完酒吃 宿醉的時候 宿醉 宿醉 你要倒宿醉 要那個解酒湯的 好 喝酒後酥 喝酒後酥 對 哈哈 效果很好 好 效果很好 好 師傅你看他這個健身在這邊 他的臉差好多喔 他的臉已經歪一邊了 對 對 好美喔 對 真的是好多 他本來就很清楚 真的 他好多 你絕對不能在那邊 不是 真的 你要 揮護眼睛 先 我們先 冷這個面膜乾 五十分鐘 那 好 那 哇 練習見證 每個人就看看自己幫忙的 這個 練習的這個 夥伴有沒有 差別很大對不對 好 有的人都說了 臉部小中風了 那我們 我們 其實都有用了蠻多的產品 所以呢 有沒有夥伴 想要來跟我們 就是分享一下 你用的產品裡頭的 感覺感動好不好 有 來 我們請 美律 美律的技術有非常難 用彩量的 來 寶品嗎 都可以 你的電子 用的 好的 親愛的傑視家人 大家好 我是美律 既然要講寶品 做全套都講好了 我們原本有三高的狀況 高血行 高血脂 高膽固 還有高血壓 因為我的高血壓是 不算性的高血壓 所以 有時候血壓一高的話 高到一百九兩百 那那麼高的時候都 偏旋逆轉 沒有辦法站 必須要兩個人這樣子 你走才能走路 而且就馬上要送醫院掛機診 掛機診又馬上要 馬上要住院 一住就差不多一個禮拜 那這樣子的話 週期我差不多兩三個月 就要討厭一次 就這樣困擾我的生活 那 那我 那我貴人 他 他 他分享 配權 讓我 讓我知道一下 欸配權 他說配權可以養您美容 因為我 換了兩分鐘的 硝眼帶的那個 視頻給我看 那我看的眼睛為之一亮 就想欸 這麼好的產品 那我就來試試看 那我剛開始是 還沒用保養品 是先 吃配權 吃了三個月 那 每天吃三包 三個月之後 去檢查 血 血壓現在差不多125到130左右 那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欸 這樣子很平衡 那外表 那身體健康了 外表當然也是很重要 那我就 我就 開始來 來擦我們的保養品 那我們的保養品 我剛擦都一個月的時候 我朋友 突然間碰到他說 明明你這地是不是去拉皮啊 或是去整容 我就跟他講說 我只有換一套乾細胞的保養品 就可以讓我有拉皮整容效果 那當然 整個產品那麼好 那我也就很熱意的分享給朋友 所以我們的乾細胞 就是 整容不動高 全靠乾細胞 今年65歲了 所以 我要感謝我們的產品 謝謝 所以呢 只要會知道 用的正確 用的好 其實我們所有的身體的 上面的症狀 都可以改善對不對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怎麼吃 怎麼用 這個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還有朋友 我知道這裡頭有很多人都用的很好 來來來來上來分享一下 好嗎 來 佩東 因為佩東也有很多的健身 對 對 大家好 因為我是 我用結實也差不多兩年了 然後我剛開始 因為是生理 所以 配拳 那 是配 就是 配成 讓我們的身體就是改善很多 可是 重點就是 因為 我之前 去年月底 開招 因為我的血管壓到 我的後腦血管壓到了 神經 所以造成我的眼鏈驚患 所以我的臉就會抽虛 然後 然後發出的時候真的很醜 我手都會遮 就是 嘴角也都會完蛋 然後整個就 然後所以造成了我的眼睛 我的下腦 很重 我就 因為我整個人 就是抽虛 所以我就用 不管是吃的話 吃 保健食品 我真的吃很多 我吃了 我什麼都吃 像 之前 之前沒有加杯的 後來有人幫我說 我開玩笑 還要再加杯了 所以我飛了也想不吃 那吃了 我覺得說我的身體 真的有比以前好很多 因為 我會像以前 尤其剛吃飛了的時候 我真的是沒辦法走 我真的是 一直送小朋友去 去不行啊 真的是 就是 那種感覺啦 可是後來 現在吃都不好 就是 那些好少反應都已經 適應過了 對 然後我在看到過程中 就是 我都是喝我們的蛋白 因為我知道三口 就是需要蛋白 然後我就喝了一個 一個 人巴比的一個蛋白 我根本吃很少 可是我精神很好 我還可以隔天 我就跟你在聊天 就是 就是覺得說 欸你在交互通常當天 然後 全部都好 都 就是靠那個 高蛋白 因為我不敢吃 因為吃了就吐 因為那個 麻藥退的時候 對我來講是非常的痛苦 然後整天都吃東西 然後整天 兩天都是靠那個 我們的高蛋白 可是 後來就是人家說 我不像 開腦部 對 因為我停住 我後來我就 開完招之後我就開始吃 就是 我們配型的加量吃 然後 因為腦細胞嘛 所以我的 賣給你加量吃 對 然後 我還可以就是說 之前 在 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 因為 我那時候 因為在那個過程中 我沒有辦法更加更快 就是 解釋的時候 我就讓自己瘦身 我從T字 很高 就是那時候 瘦到二十 那時候我最 就瘦到二十七 就是從三十的啊 公斤 然後我T字就瘦下來 我基本的就是瘦下來 看一下還可以 就是我前後照片 對 這個 這就是我在三個月 那時候我用的Body 然後 也有吃了我們其他保健食品 但是我那時候自己瘦下來 我肚子的 一圈 一圈 游泳圈都瘦不進來了 嗯 這就是 這個 很棒的一個見證 很多朋友都說 我一變年輕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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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棒的見證分享 對 因為我看過他 然後從他那個時候 然後開刀之前 然後開刀的中間 以及開完刀以後 我覺得他整個人 真的變得很重 所以我希望你以後可以 常常的上來跟我們分享 好 那我們還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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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個 他還沒講之前 我就要主要分享一下 外顏其垂 對不對 這個 那很多人都沒有用它 因為很多人不曉得要用它 那我 因為我自己的斑很多 我從小就是 就是這個 對 小雀斑 整臉都是小雀斑 鼻頭上面都是斑 那我都是會差一點這個什麼分啊 去蓋它 可是有時候 我有很懶位懶的去蓋它 所以每次很多人 遠遠看我覺得 欸 好像不錯 一近看我就是 蠻臉小花 而且是小花臉喔 因為我的這個暗沉 所以呢 我就會常常很困擾我 可是我後來聽到 知道幻顏是美白有沒有 淡斑 我就心想 我以前也用過 我去這個 有一家我也用過 效果不怎麼好 後來聽到這個幻顏 我就決心 一出來我就開始用到現在 結果你知道我這輩子 沒有被人家講過說 欸 你皮膚很白 我就活到了70歲 才被人家講說 你的皮膚很白 真的 沒有錯喔 那我真的想 真的就是這批幻顏 很多人就會想說 欸 你怎麼會擦這麼多 然後 我的膚色變得很均勻 變得很好 百里厚紅 還有你的脖子 然後這個臉上也沒有 我的蘋果肌 我從來也不擦什麼腮紅 我從來沒擦過 我沒有什麼彩妝 所以我全部都是因為自己本身 就想吃配拳 然後保養品 全部用 就變成這樣 然後再講到說 我今天帶了我一個好朋友來 他叫coco 他就跟我講 他今天為什麼會跟我來 他就看到我的脖子 他說我的脖子整個都拉緊了 那這個 就要歸功於什麼 媒體霜 其實我真的 我每天都有用媒體霜 出門我這個臉一定用了媒體霜 然後再擦完 那個我們的修復霜 然後再日霜 然後最後 噴我們的MV 今天我有噴MV喔 那妳知道我們的MV 其實效果真的很好 而且很方便 我噴完了以後 我全部都沒有補 我只有在眼睛這一塊 這邊稍微這樣補一下 其他我都沒有補喔 就這樣做 他們解了 還會補出來 所以呢 真的 妳是昨天在照片 那奇怪 你脖子變好了 對 真的 太棒了 怎麼可能 用自己當體霜 所以我就馬上來 今天我那個 體驗會 跟我一起體驗 他就來 那 我們這個朋友 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 他的愛漂亮 他的愛漂亮 然後他的愛漂亮 是漂亮到要去做 侵入式的那種漂亮 所以呢 剛才去做個侵入式的 所以我沒有 今天犧牲很大 還沒拆線 就坐在這裡 他去埋線了 其實我就覺得 我後來我看到他埋線 我現在很想 我跟妳看看 他就說 欸妳跟我 我跟他兩個差不多 我說 我不做侵入式的 什麼 我們劫師的這個 保養品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有醫美的效果 可是他真正的去做醫美 你知道他去做那個埋線啊 從這裡開兩刀 白線 然後整個臉腫 然後花4萬塊錢 現在還在 裁三天 禮拜五才有裁線 每天都戴口罩 這個人過來去我家 他朋友講說今天這個 所以我們兩個現在 變差不多了 所以下巴 我說我現在 我們家裡做個半斤 這個 所以我就在想說 我們的保養品真的 好好了解 好好用 就有聽美的效果 真的 所以呢 假如 以我們現在這個年紀有沒有 讓我們這個年紀 我告訴妳 我們每個人走出去 我們都比 實際的年齡 看起來小很多 所以相信 劫師的這個保養品 真的是非常棒 對不對 那 有沒有 可以了嗎 老師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再繼續 請老師再來講解下面的 菱麗姐姐跟她是最好的 好 謝謝老師 好 謝謝老師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剛才我們 體驗會進行到 水面膜 帶乾的過程當中 我們去做試吃的引導 然後呢 再來就是見證分享的一個部分 大概20分鐘左右 水面膜也差不多乾了 好 這時候請各位一定要做一個動作 讓我們的模特兒講話 來請講 隨便講什麼都好 我們去檢視一下 我發現我的鼻子兩邊的那個毛孔裡面的乾淨 髒 這邊是噁心 這邊很乾淨 好 對 一顆一顆一顆 黑的 然後呢 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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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了 下巴 我真的 下巴 真的是 挺恐怖的 欸 你有在騎摩托嗎 沒有 可是你的臉看起來真的很累 我這一年 我這一年 你知道他幾歲嗎 你知道他幾歲嗎 他幾歲啊 真的啊 他七歲 七歲 七歲 看不出來對不對 對 其實 其實我 其實我加入結識之前是很恐怖的一個年 我的推薦人到我家去的是 因為我 本來沒那麼恐怖 因為我是顧我老公 我老公是八十圈子 退化 他是很煩丁的 選擇性的給你關 然後 我的推薦人到我家說 嗯 你是秀嗎 他不認得我 他不認得我就 好啊 我就好啦 有幫助我就加入 加入的時候 然後他就幫我拍個照 後來我自己看 蛤 我有那麼醜嗎 因為我家的鏡子沒有光線 我看都沒那麼醜啊 經過用了大概 十個月五個月過後 我是猛吃喔 我是猛吃喔 有幫助我就猛吃喔 有一次 我的推薦人到宜蘭去做轟趴吧 他就說我怎麼怎麼 我就把我最近照的照片 給他看 我的推薦人說 腰洗我怎麼變成另外一個人 我手機裡面有塵檔 在大聲順勢 可是呢 可是呢 我這一 當那個拍照 我發現我拍的 我對著也是蠻皮的 發現我有進步了 我有照吃嘛 其他都沒有管 洗臉也沒有洗 之前也有忘洗臉 後來就沒洗了 送給贏家 沒洗了 那現在我一看 今天一看 坐一邊跟坐一邊 哎呦我又墮落了 那再來 沒有沒有 我現在還是很多 就沒有去用啊 所以整套產品一定要用對不對 一定要用 對 而且要均勢 用均勻 用 就是要 全面的用 最後大聲告訴大家 大家你幾歲 我 他真的像55歲 對啊 大家覺得他幾歲 看這個像誤為 我以為我 10歲 10歲是75 虛歲是76 哇 75歲 75歲 我都會在照片裡 可以 可以看一下他還能用 產品之前給的照片嗎 好 來 各位 其實要你們 沒有公布他的年齡之前 因為我最近距離嘛對不對 之前常常會碰到他 但是呢 完全感覺不出來 他已經75歲了 然後呢 我今天近距離看他的皮膚 其實也感覺不太像他75歲了 虛歲76 對啊 然後看他整個講話的精神狀態 也不像75歲 76歲對不對 還穿高跟鞋 牛仔褲耶 根本就像50歲左右 對 各位 所以 但是呢 你過去只是 只是 愛用 那個 配全賣這些 對不對 然後保養品的部分就是 有一天每一天的用 對對對 有一天每一天的用 那今天呢 看到 他兩邊 用保養品下來的差別之後 回家是不是要 每天很勤勞的 照實的 努力用 對不對 你當作下一次來就變40歲了 其實呢各位 水面膜在他乾的時候 要model講話的原因就是 你還記得我們剛才講的 面膜是可以講話可以笑的 可以動的可以睡覺的 都不會產生任何作文 所以這個時候是要讓大家去看 講話也沒有關係 笑也沒有關係 激動也沒有關係 因為產品太好 太高興了 好 來現在我們要把選的面膜 撕下來了 啊 那可以撕了 對啊 而且很好撕 而且很好撕啊 那萬一睡到隔天也再來 對 對 就正張臉就這樣撕下來 對啊 留下往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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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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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滿小的 真的 醒 因為剛才上的比較薄一點 所以這樣很重一點嗎 比較厚一點 後一點比較好 厚一點 對 就整張就撕下來 那如果說早上的事情撕下來 那要注意你自己要重新來一種 那早上保養啊 就是這樣就起一點 對啊 早上可以 到天堂起來 好 你看上面就比較好吃了 對 像我超好 這已經有get you feel next 用心一點 對 你看上面就比較好吃了 對 像這樣 真的 照亮好 謝謝 真的 晚上敷到天亮之後 晚上敷到天亮之後撕下來 你整個肌膚是亮的 然後你再用清水 因為早上一定要洗臉嘛 再用清水擦掉 之後呢 我會再上媒體霜再按摩一次 因為我都是早晚都會用 媒體霜當按摩霜用 然後撕掉之後 如果按摩霜上去 媒體霜上去之後就可以上日霜了 就可以出門了 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你就是還會上一支 早上還是會上一支媒體霜 然後日霜 為什麼 因為我比較容易水腫 然後有時候熬夜 其實臉也會比較水腫 所以呢 我都還會再用媒體霜 幫她做 幫我的臉做按摩 老師其實她是肥膚霜 她其實是很健康 對她緊實肌膚 她不是在瘦身喔 她是緊實肌膚 緊實肌膚 對 老師那按摩霜 會把水分蓋掉 還有這個脂肪 對她是水腫 肌膚跟小血腫 其實你要看喔 肥胖有兩種 肥胖有兩種 一種是水腫的胖 一種是脂肪的胖 那有很多人會覺得自己是脂肪的胖 其實不是 你是水腫的胖喔 這個要分清楚 對 你看 她剛剛已經做了 我剛剛按摩 小米 這樣可以 沒有 我是說我們的大肘 那大肘 那個就要透過我的眼睛 對 因為我的眼睛就是這樣交錯 它就是把你的肘子 對 是另外一個 稍微用水 這個 稍微好碩 而且是我的意思 就是我們的產品啊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講整套產品呢 比較不在這邊 因為我們都是內外敲 培股會產生最好的效果 那其實剛才在20分鐘之後 水面膜在乾的時候 除了我們的內圈 麥英的題之外 還有我們的真巴黎 整套講完就可以知道說 它不只是外表內在 還有什麼 在用脂肪的 一個 脂肪轉成肌肉的一個 是 你們是說不用長嗎 早上起來啊 喔 已經 已經 睡一覺大可能 好 稍微 用水擦一下 早上就這樣 就好了 好 然後 來 當我們水面膜 來來來看這邊 看這邊 水面膜撕下來之後 有沒有感覺 然後你請它去觸摸一下它的膜質 水面膜 來來來可以摸一下 看就已經 願意 願意開幫人家摸一下嗎 哇 你真的很年輕欸 很萌萌 誰熱誰熱的 兩邊超好多喔 它很多對不對 對 你摸你的人 對呀 烏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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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保水肚肺 而且暖過氣都出來了 然後 它的毛細孔 跟這邊的毛細孔 是不一樣的 嗯 我也是 這邊也很多 你看 這邊是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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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看一下 來這邊 好 我們水面膜呢 撕下來之後 稍微 稍微 讓它做一個膚質的整理 看你是要用溫水再擦過還是不要擦都可以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做的是 晚上 如果你是晚上敷完臉 就是上什麼 修護霜 或者有的人呢 有的人他 上完之後他就覺得不需要再用 也可以 因為皮膚已經很水嫩了 好 那這邊有示範完整的 就是修護霜 半邊臉一樣 今天你真的是賺到了 這個量都可以用全臉 對 這個量都可以用全臉 對 這個量都可以用全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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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真的 是修護霜 修護霜呢 裡面有一個很棒的成分 它是可以抗糖化 各位 我們修護霜裡面的重點 抗糖化這個成分 也要講 因為吃糖會破壞我們的膠原蛋白 它會讓我們的膠原蛋白 脆裂掉 脆裂掉之後 我們的彈力就會支撐 就沒有辦法支撐皮膚的彈力 就會鬆垮 所以這是老化的原因 然後呢 皮膚也會變得暗沉 這是糖化的造成的效果 而修護霜裡面呢 它是可以做抗糖化 因此可以去什麼 讓我們的膠原蛋白的功能修復 然後當然裡面也有生長菸體在裡面 它會促進增生膠原蛋白 那當然裡面呢 有美白調理紋路的 所以呢 事實上 修護霜 有的人會覺得說 晚上這個霜狀是不是 年輕人不需要用 可是呢 我們在用的過程當中 帶領我們的朋友去摸一摸 感受一下它的質地 是非常清爽的 年輕人用也是可以的 好 我剛剛那麼大衣服對不對 全部吸收了 全部吸收 好 那也有人呢 會把修護霜 在白天用 也可以 但是你在白天用的時候 記得 一定要再上什麼 日霜 這雙日霜呢 老師可以先日霜再修復 不行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日霜有防曬的效果 如果白天要出門的話 它除了保濕效果之外 它還有防曬的效果 它防曬係數30 另外再擦 隔離霜 跟防曬霜 夏天出門會非常的清爽 不會產生皮膚的負擔 你看像我剛剛還負在臉上 負在手上 整片就這樣撕下來 撕下來之後 皮膚的膚質 跟這邊都不一樣 我通常日霜坦白講 我日霜都會比這個還要多一點 它的延展性 這時候你要給我們的夥伴看 它的延展性 先撕在手上 那如果是在私底在下面 大家做兩兩個示範的時候 你擠在他手上 讓他去感受這個延展性 然後聞一聞味道 對 然後呢 插在臉上 通常喔 這個是我幫model上 可是如果我自己上的話 通常我會擠在手掌心 讓他搓柔溫熱一下 然後整個手掌上去 整個手掌上去 對 這裡有香味 它這個香味非常的清 很舒服的香味 連脖子都要擦喔 各位 好 日霜擦完了 整個保養就結束了 所以各位 這中間 這中間的那個五感 那五感還記得嗎 視覺 視覺 嗅覺 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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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視覺 很容易被你帶入這整個情境裡面,去感受產品 這時候記得要拍照,去比對它兩邊的不一樣 然後接著我們就要上NV了 大家有用過嗎? 有 還沒用過的舉手一下 我可以用 我可以用 NV超好 不用,超方便 好了嗎? 我拍一下你的手 你看我的手 你看 那個紋路好明顯 對啊 超好多 真的嗎? 我的都不明顯 她們還在拍照 對 她們在這裡 我自己拍的 她們自己拍的不方便 我自己拍的不方便 对啊 你那边整个都往上 对啊 整个都往上 好多 好 来 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美美的NV 喷半边脸 半边脸怎么喷呢 好来 首先我们的NV 它是有色卡的 它分暖色系跟冷色系 每一个的肤色 虽然我们的肤色 我们叫做黄种人 事实上其实 我们说真的 我们的肤色不是黄的 我们有粉色有白色 然后也有比较暗沉的 对 有 我们有这个 各位这边有色卡 有色卡 这个色卡公司 买一整组的 一整组的 套装的 有 单买的 没有 一整组才有出这个色卡 那你要知道你的皮肤是属于冷色系还是暖色系呢 来 你的手伸出来 转过来 转过来 好 我们可以比对一下 我们先从暖色系开始 W是暖色系 暖色系 台湾呢 有进暖色跟冷色系各两题 一个深色一个浅色 那暖色系W3是暖色系的深色 W1是暖色系的浅色 好 我们先从暖色系来比对 我现在比的是W1 W1是暖色系的浅色太白 对不对 W1 W3 是暖色系的深色 这个颜色OK吗 好像也深了一点 稍微深了一点 稍微深了一点 那么我们现在来比对冷色系 冷色系是N N2跟N1 N4 N2跟N4 N2跟N4 好 那我们先来看N2 N2跟脸色差蛮多的 对 对 对 应该要用C3 对 N2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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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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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冷色系 弄在脸上 有没有 这是暖色系 这是冷色系 这是冷色系 这冷色系比较符合 好 那我们就是用N4 N4 N4是比较自然的 那如果说你要强调T4部位的话 那就是淡色 就是N1 N2 N2 是N2跟N4 J5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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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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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呢,它是用噴霧狀的,所以它的質地非常非常的輕 而且會很均勻 那我看過專業的彩妝師,那個噴槍有沒有 噴出來的底妝是非常服貼,而且是非常輕柔的 好,那我們的NV呢,它的噴霧的效果也是這個樣子 那裡面同樣的,我們的NV也含有生長因子在裡面 所以它可以邊做化妝邊做保養 那剛才我們比對出來是N2,對不對 那在上噴霧之前 N4跟N4,對不對 那我們在上噴霧底妝之前呢,我們有一個妝前 叫做光樣亮眼噴霧 它最主要呢,是在做 妝前是沒有亮亮 妝前,妝前 有個光樣妝前噴霧 它最主要呢,是在幫我們的肌膚做一個打底的作用 所以,C皮是這樣子的 先上噴霧之前要先上這個妝前噴霧 搖一搖,搖一搖 那,我必須要說,自己噴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會不太習慣 但是呢,多幾次之後,你們就會愛上它 而且非常的快 好,我先噴半邊臉 這樣的量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還要再強調一下 可以再噴一次 好,來,噴完之後 進門菜點的時間有大概五秒鐘 讓它整個粉部可以定住在臉上 之後,稍微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好,這個是沒有顏色的 它是定妝用的 好,那剛才我們已經選出它的顏色了 對不對,是什麼顏色 N4,對不對 好,N4 它這邊都會有 都有號碼 好,打開之後一樣 先搖搖 搖勻 搖勻之後呢,噴上去 一樣,立字這樣噴 好,噴完之後,讓它在臉上 你會覺得好像會有一些不太均勻的地方 對不對 事實上你可以用手 噴到嘴唇 沒關係,因為待會 阿公 我遠一點 喔喔喔 不遠一點 那個 嘴唇 可以這樣 要噴一點 它的距離大概 距離大概 我剛才噴太近了 距離大概一個手可以這樣子 一個手背上 應該會讓你太硬 不能這麼長 這樣太近了 我剛才這樣太近了 我剛才這樣太近了 所以 如果是我真的距離這樣噴的話 事實上不用再去用手 把它 把它推開 所以剛才我太近了 但是錯誤的示範 是 我剛才想說 我自己拿進寫的說 說 有衣記的臉 要認寫 說是 那是因為量子 你要知道 怎麼看 我已經真的看過幾次了 所以我會這樣做 你不要聽聽 我 就不太近了 就是 就大力量 這個就好 而且 你不要聽聽 大概距離 就要對這樣 一個地點 這個 噴霧的部分 強調皮質部位 如果說你要強調皮質部位的話 我會建議 噴在手上 用點的 對 所以它 直接用四號 對 它直接用四號 來到自然 二號打底 可是 各位 剛才我噴上去 坦白講 量蠻多的對不對 它慢慢的 會用你的膚色結合 十分鐘後再看就可以 會跟我們來的皮質 就是給它大概幾分鐘 就是很多細細霜 對 米西西雙的 非常的雲湿 超好多 而且越來越次然 對 西西雙的剩下效果不好 可是它會次 來 我剛才 我剛才噴很多 但是呢 大概一分鐘左右 大概一分鐘左右 它整個肌膚就吸收了 而且呢 沒有什麼 它的整個補貼度是很好的 然後兩邊的光澤度也不一樣 然後兩邊的光澤度也不一樣 它是在噴完我們粉底 粉底之後用的 它可以增加我們的皮膚的自然度 那其實呢 各位 其實我們東方人跟西方人對於膚色的要求不一樣 西方人要求是比較健康 小脈絲的 所以呢 這個噴上去之後 它可以讓整個的膚色看起來更自然 那東方人噴上去之後呢 因為剛才我們選的顏色 是 什麼 自然色了 這一瓶噴上去之後 會增加它的妝感的自然 東方人噴這瓶呢 我們會增加肌膚的定妝跟自然感 那西方人噴這瓶呢 它會降低它的什麼 它會讓它的整個的膚色的那個 顏色變得健康 其實很快 比你上底妝還快 半分鐘就可以出門了 對 還有 有時候呢 我們急著出門 妝前不一定要噴 直接噴噴霧 就可以出門了 就噴一下手都滿多的 對 噴這個 就是這個啊 直接這個 然後就可以帶出去做補妝 這一瓶 妝前噴霧這個 可以帶出去做補妝用 妝前噴霧 妝前補妝 事實上 事實上 因為我們的這個噴霧 它24小時是不會掉妝的 基本上我們出來是不用補妝的 可是呢 如果你到那個冷氣房 那個比較乾燥的地方 有時候我們要補一些 讓它更 顏色更透亮的話 其實補這個 妝前噴霧就可以了 哇 好底貼喔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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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全世界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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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噴完之後 看一下它的妝感 每一分鐘都不一樣 現在非常自然 有沒有什麼可以遮的 有了 遮的 遮一半 好 來 各位 光看這一半 你們先不要拍 光看這一半 你有發現它有上 有妝感的感覺嗎 沒有 有妝感的感覺嗎 沒有 沒有對不對 但是 這邊 兩邊 膚色 光澤度 不一樣 打開 有沒有 光澤度不一樣 又騎蘋果機 又騎蘋果機 這邊 因為剛剛這邊多少也噴到了 真的超好說 有 有 用 用 第一關上去 然後 再 掉下來 對啊 上去 對不對 整個保水 也可以 不要演 對 沒關係 哈利已經外演了 整整 讓好伴知道 對啊 你看 稍微拍拆就好了 OK 好啦 所以 整個的體驗會的產品到此結束 接下來呢 除了產品之外 一定很多人想要知道 怎麼用 怎麼買 對不對 對 對 有一點吃得更進去 對啊 它就是大家要等兩 所以最後體驗會的十分鐘 怎麼加入怎麼買優惠很重要 說明會員選擇的部分 VV雙加新 然後就可以結束了 就會後悔了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非常謝謝 所以呢 不用兩種 對啊 回去要用整罩 我們的model說 他都不會用 可是透過老師今天這樣子的講解 我相信 每個人今天一定都挖挖挖 好多次了 對不對 那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聽到了 我們要回去 就是要開始用 老師教的這個方式 開始去做我們的這幫人 好不好 那接下來 嗯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所有的體驗可以到這邊結束了 那 那 再用日常去謝謝我們的Carrie老師 謝謝 謝謝 有問題 有問題可以提出來喔 老師剛好在這邊 那 我們的room還是 正台啊 還是要換三台嗎 就這一台而已 那一台已經跳出來 有沒有人有問題的 還是剛剛都問完了 都OK了齁 重要的是 不是只有這個保養品 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問 可以 對啊 所以想想都可以買石頭啊 衣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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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還是餅服啊 衣服啊 衣服哦 走開這個光線 越來越自然 越來越自然 對不對 剛才其實我噴的量很大 從剛才到現在 也不夠五分鐘而已 它完全就吃進去 吃進去 對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因為我的經驗很平常馬上就拍 從那個時候 至少十分鐘後再拍 因為當下會 尤其像男生他比較沒有差的習慣 你突然噴的話有點醜 然後十三分鐘後就會融入他 藍色 肌膚色很自然 我自己在用那個推露的時候 大家聽聽齁 一開始大家會這樣走 都很緊張啊這樣走 你一看近的話 都會像毛毛巾一樣去脫 白毛白白的去脫脫 後來發現真的啊 你真的不要害怕 一個手的距離 大家練習 大家真的就是要這樣 你要往前穿 然後地面也一樣去這樣子 那我後來發現 因為你過眼啊 噴出來 你的肌肉是沙沙的沒有關係 這樣慢慢在這裡 很緊張 噴完上面很遠嘛 噴到裡面會髒髒的 就沒辦法開 他就讓過來 後來就這樣子 他到你後來就髒髒 所以他是很緊密的 所以你也會覺得沒毛白白的 都不會了 都不會 都不會 如果你這麼近就一定會 這樣也會 就是這麼遠 然後慢慢這樣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自己的距離 就對了 就這樣距離 很簡單 但就是 我自己大大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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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張 我吃 真的 真的 那個都 膚色都是 欸 賣什麼時間吃啊 沒有 墓地賣 沒有墓地 但是你睡前吃 或者你本身比較焦點 就不懂 睡前太小吃 這樣 不用 不用 不用含 對 對 賣什麼 對 欸 那 結束了嗎 對 結束了 好 那個 李姊姊我們自己怎麼跟大家講 現在結束了 那今天的結會成功 然後我們 呃 希望我們在下一次 在體辦結會的時候 大家都要帶你的好朋友來 讓他們來這邊體驗一下 好嗎 好 把我們 打造成一個 結識的美人 好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